我买电动车以后才知道这几个血淋您的教训 买电车之前 销售都会跟你说这台车充满电以后 续航有500公里 但是只要你付款内科 他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想保护电池的话 那么建议你充到80% 而且他还会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你的电车耐用一点的话 那么电量掉到20%的时候 最好充一下电 否则对电池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也就是说他们对外宣传的是500公里 但是你的车向优着点开的话 那么你只能充到325的电 也就是说我花了100%的钱 却只能用65%的电 第二个就是快充 只要你还没有交钱 他就会一直宣传他们的车充满电 能用多少分钟又多么的快 但只要你一刷卡买单 他们就会告诉你快充非常伤害电池 第三个也就是最坑的 他们一直跟我说 充电油都便宜都便宜 假用电也就几毛钱一度 他们这个电车百公里算下来 顶多也就几块钱的电费 如果你真享受潮地电费的话 那么你只能是自己买个车位 去安装充电桩 拜没那充电桩 你看全是一块五一度以上的 充满电一次就会将近一把块钱 所以你如果没有充电桩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购买了 这些都是我买电车以后 雪林您的教训呢 还是那句话 你买我不推荐 我买肯定特斯了 你买肯定特斯了 我买肯定特斯了 我买肯定特斯了 高辰肯定特斯了